那我们也看到了也有报道说呢 这场中共当局对于境外NGO的全面调查 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学术单位 所谓的中程度的调查 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甚至还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不能放松 否则轻者干扰政府政策 重者将危害国家安全 那么到底这个境外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北京如此害怕 所谓的境外势力呢 我们下面就要继续连线北京公益组织 一人屏中心的负责人 那么目前是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的陆军 来谈谈他的观察 那么陆军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首先您刚刚也听到了 我们的记者东方 他从北京发来的一些最新的追踪报道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当局 现在把矛头或者把焦点锁定了 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呢 我觉得呢从目前的一些迹象来看 在很多领域可以说管控的监控都是在加强 那最新的这一次国安委的通知呢 包括各地进行的这些所谓的彻查境外机构的行动呢 可以说看起来是这样一个有安排 有计划的一个加强监控的一部分 那我想呢 应该说对于非政府组织 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的监控 应该说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由来已久 差不多过几年呢就会来一次 但这次呢如果说结合到当前对于律师的打压 结合到对于学者的这样一个 就是非常言辞的抨击和指责 那是不是就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觉得那这个可能是值得关注的 那就NGO领域来讲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对NGO的国际合作呢 是可以说是监控的非常严密 没有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那么这一次所谓的彻查 我想呢应该讲也不会有什么新东西 是陆军你刚刚 对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种监察或监督 或者是观察 这实际上是多年来都有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是一个全国性的 大规模的所谓摸清底线的动作 到底北京方面害怕的是什么 非政府组织NGO给中国带来的 除了带来了资金 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带来了一些管理的一些技术之外 NGO到底对中国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影响力 北京为何如此的害怕呢 好的 那我想首先我要说的一点 就是这样的所谓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彻查 实际上呢也表明了 现在就是发动这个彻查的这些人呢 他实际上非常不专业 一方面就是刚才讲到了 对于NGO尤其是NGO的国际合作的监控 实际上监控和调查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呢就是NGO中国NGO的国际合作 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甚至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因为中国的NGO呢 它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在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也就是十几年的历史 那么它自己缺乏经验缺乏技术 同时呢也缺乏资金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国际合作非常必要 而且非常重要 是 对那如果说这一次 就是所谓的这个彻查 是来自于国安委的 那我觉得国安委呢 实际上它是没有看到 过去这些年 国际合作对于NGO的重要性 同时呢它也没有看到 就是NGO实际上从来都是 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的 所以呢我认为它 是最后30秒时间 我要跟你谈谈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清查的动作 也有人说它是不是在锁定 以美国为主要目标的 这几个NGO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清查 这个境外组织的行动 会不会对这个美中关系 带来影响呢 30秒时间 好的 那从我这里来看呢 我觉得取决于 他们后续的动作 因为目前来看 只是一种所谓调查和清查 那对于他们既有的数据库来讲 我觉得呢可能 它是希望能够更加的 让它完善起来 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觉得才真的是值得关注 因为现在来看 已经有了一些苗头 比如说郑州艺人坪在上周呢 就受到了警察的搜查 当然是因为所谓调查 公益律师常茉阳被刑拘的事件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 对于NGO实体的搜查 包括进一步的打压 包括郑州艺人坪的银行账号被冻结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蔓延 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真正决定 今后这个事件的走向 以及它的破坏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北京艺人坪中心的负责人 陆军先生 接受我们美国经营的访问 那么有关于中国国安委清查NGO的行动 还有各界的反应 我们在美国经营中文网上 还有更多的报道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评论 网址是VOACHINESE.COM